猪肉價格飆涨 貓豬市場交易價 從每公斤80元 漲到117元 漲幅逾4成6 豬價突破半圓大關 讓不少民眾直呼快 吃不下去 豬肉 雞肉通通都漲 連蛋也漲 我們政府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對此農委會計畫協調台糖 增加3000頭貓豬供應 再依專案進口方式 引進3000公噸豬肉 另外機動增加肉品市場修飾日 他媽來買菜的話 他也不買那個進口的豬肉 因為他摸起來爛爛的 怎麼吃 擠在休息前一天叫貨 或者是後面一天叫貨 然後一樣就是搶貨 一樣搶貨的豬就是一樣貴 攤商認為增加修飾日 對豬價幫助不大 養豬協會副理市場林承德 也表示普遍豬農都反對 透過修飾干預產銷 將打亂整個產銷秩序 強調可以少賣 但不可以增加修飾 面對豬價創新高 但價尚未回穩 立委歇一縫痛批 現在是雞飛豬跳的現象 就是政府事前準備不足 才導致雞肉豬肉不斷飆漲 過去到現在沒有超前部署的情況 放任豬肉價格持續的飆漲 農委會主委 你真的是責無旁貸 難持其咎 萬物欺漲 只有薪水沒漲 民眾生活 只能靠自己苦撐 就怕節節攀升的物價 再也回不去 記者楊順順成在輪台北採訪不到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 是下方QR Code send